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要是真的美,一条脖子也能讲故事 教书这脖子可是个运动健将 低头,仰头60度,左右旋转70到90度 次妈也能达到45至60度 挺腾腾,石鹿君,不对呀 我这脖子咋转不过来 你,这是颈椎病吧 算你来着了,石鹿君今天就开专题 讲讲颈椎病 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全球时代完整中 颈椎病排序第二,仅次于心脑血管疾病 据最新报道显示 我国有2亿多颈椎病患者 分明率为17.3% 差不多每5个人里只有1个颈椎病患者 新20年来,颈椎病的平均高发年龄 从55岁一路跌至39岁 越来越喜欢小型肉了呢 这么恐怖,那到底什么是颈椎病啊 书上说,因颈椎肩盘蜕变本身 及其激发性改变 刺激或压迫连进组织 并引起各种症状和体症的疾病 称之为颈椎病 圣读君翻译一下 脖子里有一个或几个灵性脑化 导致他的退化不给力了 和他有关气的兄弟们也跟着糟了秧 这就是颈椎病 还没明白 来,跟圣读君去走访一下 早说一睁眼 想转个头按掉闹钟 啊,脖子实话 懂不了了 上班死定电脑 脖子肩膀下回顶上了木板 又硬又痛 将颈疼痛是颈椎病的第一大症状 通常表现为僵痛、刺痛 还会万有颈部活动受限 开会做笔记 手指突然发麻 正着手臂跟过了电一样 连笔都拿不稳 走出会议室 好像踩在厚厚的棉花上 腿又麻又软 四肢麻木是颈椎病的第二大症状 上肢还可能出现放肆前疼痛 下肢除了腿软 还可能出现行走困难 下班咯 马流起来收拾东西 噢 磨了个去 前选地转 头晕是颈椎病的第三大症状 头转到某个角度就会头晕 甚至会晕倒 是不是感觉后脑勺跟着脉搏的节奏跳跳跳 半个脑袋都在痛 头痛是颈椎病的第四大症状 一般表现为后脑勺跳痛 一顿时会波及半次头部 出了四大典型症状 颈椎病还经常伪装成其他级面的样子 一侧血压 哟 咋这么高 我本来没有高血压啊 这几天老是恶心想吐吃什么都难受 我是不知道的肠胃炎 我这眼睛虽然看不清 流泪怕光 这是咋了 高血压 肠胃炎 眼睛结变 也有可能是颈椎病引起的 如果要是颈椎病下了套 随着颈椎病的治疗 这些症状也会有改善啊 就算是颈椎病再能作妖 也难逃孙读菌的法言 后续会给大家挖出这些伪装的颈椎病 记得收看啊 随着病情的发展 颈椎病还可能招来老年痴呆 中风等疾病 想想都啪啪呀 今天正好减轻了 以为没手了 明天又来了 又完美了 反复发生是颈椎病的一大特点 许多患者都被折磨得深无可恋 颈椎病症状这么久 颈椎病的症状那是第一多了 颈椎病的症状那是第一多了 颈椎病的症状好像也有点不爽了 颈椎病脖子痛我能理解 可为什么头晕头痛 为什么胳膊会像过电 腿脚会麻木 为什么还会晕倒 不过他明究竟 我可睡不着 颈椎病从来都不喜欢让观众记症状 要的是大家能理解 理解到吗 所以这些重要的内容 沈渡君下集说给你听 换给你看 等我哟